Hello 大家好 我是咖啡当饮料喝的9527 最近在网上也看到几篇关于美式咖啡扫盲的内容 也来讲一讲 先你看到的这些都是美式咖啡 但是又都有一点不一样 比如这杯叫americano 这一杯叫long black 而这两杯是longo咖啡 采用了不同的温度长萃取 那你知道你喝的美式是哪一种吗 如果说不在这里边 还有一种特殊的存在 就是美剧和美国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 早上的那一种 那就是美式低律咖啡 那个其实也叫美式咖啡 就是大口吞吞吞吞的那一种 我们用后面那一台 只能做美式和异式咖啡的美宜浓 做出来了浓缩和长美式 那么我们来看点区别 这杯是标准的americano 是先放咖啡再兑热水 那么它的油脂会最淡薄一点 第二杯是longo black 先放热水再放浓缩咖啡 所以它的油脂会更丰盈一点 你看起来也会更像 跟异式咖啡厅里面的样子 第三杯呢是longo 是长萃取 我们在萃取完浓缩之后 继续的萃取直到 拉到它的一个容量的范围 当然这一杯的温度会高一些 所以它看起来很焦很重 最后这一杯呢还是longo咖啡 而这一杯用的是75度的热水 我们萃取的四杯是统一的容量 都已经计算过190毫升 在它的容量范围以内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四种美式 是有不一样的呈现效果 之前在置顶铁底经常会见到用户问 我只喝美式咖啡 我要怎么选咖啡机 没想到美式咖啡有这么大的需求 当收到了这一台呢 美宜浓M1720全自动咖啡机 它是只做意识和美式 没有蒸汽棒 没有牛奶功能 所以在收到它的时候 我就想做这一期的节目 一起来分享一下 机身的正面特别简单 跟上面功能操控区 合作器 这外面呢有一个静音的盖子 打上以后就好了 水箱在后面 可以取下来 DBS 可以把下面的整个的接水盘拆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会提示 你没有复位 金属的水槽 然后这里是扎本筒 让它复位 这台咖啡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的电源是从侧面插进去 也就是说 当我们正立放着的时候 你可以是看不到电源线的 那这个隐藏设计还是比较讨巧的 侧面还有一处可以打开的 是它的充足组件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还是会提醒 报错 这个呢要重点说一下 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当你取出的时候 这里有提手 并且按一下 就可以取出了 这很方便 早期做德龙和菲利普的测试内容的时候呢 这个充足组件 其实要清理 还是有一点费劲的 那给它放进去也很方便 一扣 OK 操控区的上面 只有开关机 浓缩 美式 三个按键 当你按住浓缩按键 长按就进入了选择菜单 这个时候先调节的是 使用豆的多少 然后是可以调节杯量 比如说我们调到30毫升 再往后是调节温度 从85度可以降到最低70度的样子 好了 我们开始萃取吧 我们用美宜浓自带的这包 意式特浓咖啡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油脂还是很重的 最后就是什么人适合买这一台 全自动不带蒸汽功能的咖啡机 首先你是一个爱好喝农作和美式咖啡的家庭用户 或者是办公桌用户 其次你对于擦飞机的性价比有一定的要求 最后就是你对于尺寸空间有要求 那如果说你满足这三点 那我觉得它是很符合你需求 当然也包括说 一式咖啡去做出来更多的创意咖啡的用户 那么这一台美宜浓是适合你的 如果说你喜欢是一键制作拿铁卡布奇诺 这样的带奶的花式咖啡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去选择一款更大一点的 有蒸汽牛奶功能的全自动咖啡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爱喝咖啡的9527 如果你喜欢喝咖啡 喜欢看到更多的咖啡机评测 那么就先关注我们